我們在城市人達州六月號有介紹視窗的發展歷史 這個是六月號的一個主軸 你可以看到我們一開始介紹全入PARC實驗室 這是視窗這個技術的發源地 各位應該知道全入是什麼樣的公式 是吧?你有用過任何全入的產品嗎? 沒有耶?各位可能沒有印象 影印機 影印機現在已經比較多樣了 在過去大部分都是全入的 在十年前全入可能佔有的影印機的比例 還有百分之七八十 那現在已經比較低了 但在二十年前它可能佔有率有百分之九十幾 那這是一家影印機的大廠 但是影印機的大廠很奇怪的是 它竟然是電腦視窗技術的幾乎所有技術的來源 也就是視窗基本上是全入PARC實驗室所發明出來 那為什麼一家做影印機的廠商 它會去發明PARC發明這個視窗技術來發明五件檔像 這是很有開拓性市場 那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就是 為什麼全入要去切入到視窗這一個東西呢? OK 那全入的英文是Zeras 那它的PARC研究中心叫做PAROETO Research Center 那這個PAROETO是一個非美國的系譜裡面非常重要的電腦勝利 賈伯斯他們這些人都是在那附近 那如果沒有PARC的話呢 應該沒有視窗 那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1998年蘋果Apple控告微軟 他說視窗剽竊了麥金塔的普像顯示技術的外觀和感覺 然後呢就告上了法庭 那PARC呢 一二蓋絲被傳換到法庭上面 那當然告他們的就是賈伯斯他們 那時候 那時候賈伯斯應該已經 已經 1998年賈伯斯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還在蘋果 因為他其中有一段離開 那告他們 那告他們 那時候呢 迪爾克爾斯被傳換上去 他就講了一句很關鍵的話說 事實上我不是抄他們 我們 我和他們通通都是抄全路的 我們都是把這些四川界面的基数 我們兩個公司都是從全入的Pub中心偷懶的 檢察官後來其實判決出來 蘋果沒有剩 但是有一件事情 微軟的垃圾桶不可以做得跟蘋果那麼像 最後就只有這樣而已 而且蘋果放在右下角 他不可以,他要放在那個icon的中間 就是不能跟蘋果一樣都放右下角 所以最後其實這一場應該算是蘋果敗術 為什麼全入會發展出視窗和物件導像技術 因為在1969年的時候 他有一個執行長叫曼克洛 他就覺得說 未來電腦一定會對影印機事業造成革命性的影響 因為他看見說 以後應該不需要影印機 你直接從電腦裡面就把東西印出來就好 幹嘛還要經過影印機呢 所以他那時候 其實這中間應該也有一些政治問題 只是我們不了解 他那時候就說服了董事會 然後用9億1800萬元的天價 去構併了一家叫做科資系統的電腦公司 這個科資系統構併完之後 他當然要跟董事會說說 這個構併是很有價值的 否則花這麼多錢幹嘛呢 他要證明這個構併是有價值的 所以他就進一步再做了一件事情 他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 專門接收這一個科資系統的研究財產 然後呢進一步做發展 所以他在1970年成立了PAC研究中心 1970年IBM推出了第一台影印機 你可以看到全路是做影印機的 IBM是做電腦的 但是一家電腦公司推出了影印機 這讓全路會覺得非常的恐慌 IBM要來搶我們的地板 於是呢 這一點好像證明他1969年做的那件事情是對的 但是這一個決定 其實麥克洛這個決定 其實對全路來講 不是好事 但是讓全路變成一個科技聖地 但是對全路來講他沒有賺到錢 雖然其實PAC Center後來他的專利非常強大 也從專利上面賺了一些錢 但是他跟他的投資比例完全不成報酬 他投資非常多 但是賺的不是很多 那這裡他發展出了視窗界面 物件導向 還有類似Word和PowerPoint這種 所識及所得的編輯器 還有雷聲音表機 還有以太網路 Ethernet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你會看到今天的電腦應該是長得完全不一樣 那這些人到底誰在PAC裡面呢? 第一個他們的領導者叫泰勒 所以這個PAC實驗室的領導者叫泰勒 那另外真正的執行者 領導者其實就是負責政治的一種 那真正的執行者是薩克 那這個薩克去領導整個全路的小組 做出了一個東西叫Auto Auto個人電腦 那這個Auto個人電腦 他基本上就有視窗介面 當然那時候的視窗跟現在還不太一樣 沒有那麼成熟 那像這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GUI大概是Pave Little 和Charles Ip 然後呢他其中有一個演算法 叫BitBel 就是英格斯 所發展出來的 物件導向技術呢 主要是LNC 還有英格斯 就是剛剛這個BitBel 英格斯 然後呢 另外還有這些人 英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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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在Adobe裡面,又把Post Grid再修改,衍生出PDF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PDF文件,其實它就是印表機的標準格式 只是印表機的標準格式是它的前身Post Grid PDF又做了一些改進,這個改進目前應該還沒有被納入印表機的標準格式 還是Post Grid,所以它跟Post Grid相同度很高 所以你看到什麼就印出來什麼 各位如果曾經用過PDF,你一定會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你要把Word印出成PDF,很簡單 你要把PDF轉為Word,很困難 而且格式都會跑掉,會不對 為什麼?因為它就是印表機的標準格式 你只要能夠印到印表機的那種格式,就會變成PDF 所以你只要能夠印在紙上,在PDF上面看到的就是一模一樣 所以後來這兩個人開了 你會看到系譜這種現象,語見不顯 他們往往一個東西,技術發展出來會擴散 擴散之後呢,一個公司可能掛電 但是呢,它會產生出幾百家公司出來 那幾百家公司,反而讓整個系譜蓬勃發展 那像這個,所適及所得的排版軟體 就像Word、PowerPoint那種 是這些人做出來的 Tesla,這些人 那Simonie 還有,雷射印表機呢 是這個Stackweiser做出來的 那事實上,Stackweiser在加入PUB之前 他就已經發展了雷射印表機 但是後來呢,他在全路 又有進一步的改良 那另外,以太網路呢 是Medicam,這個 美特卡服務口 那網路上有一個 有一個定律 類似莫爾定律 的定律 各位知道莫爾定律嗎? 莫爾定律就是說 電腦的CPU 或者是半導體的這種 這種IC 每年 正確的講 應該是每18個月 會 速度會變兩倍 密度也會變兩倍 莫爾定律一直走到今天 幾乎還是準的 但是好像快不太準 因為最近那個散熱的問題 遇到電話板 所以就有點太準了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 梅特卡服務定律 他是什麼樣的描述呢? 跟莫爾定律很類似 他是說 網路的價值 與它的人數平方成正比 為什麼是人數平方呢? 因為網路是把人連來連去的 那我跟你的 就是如果一個網路有N個節點 那它之間的連線 應該由2分之1N 乘以很減一個 所以2分之1N乘以很減一個 大概就是2分之1平方 所以網路的價值 跟N平方成正比 都稱為梅特卡布定律 那這個定律 往往在社群行銷上面會被使用到 但是呢 以悲觀的角度來看 就是在網路裡面的人越多 那它發的風包量也會跟N平方成正比 然後碰撞的機率 發的風包量會跟N成正比 碰撞的機率會跟N平方成正比 就反而更糟了 但是你從樂觀的角度來看 OK 那這就是那個阿頭這台電腦 阿圖電腦 全路的阿頭 看起來其實沒有很強 但是以那個年代來講 能夠把電腦擺在桌上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那個年代的電腦 是沒有辦法擺在桌上 全部都是放在機板 那你要能夠把電腦 擺在桌上 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各位應該都已經不是 不是一開始就是Windows了 你可能一接觸電腦就有視窗 可是在我們那個年代不是 我們那個年代是 我們先用動詞 命令列 突然跳到視窗 我們會覺得好奇怪 要隔一陣子才會慢慢的習慣 等到你開始用VP 或者是Cshop 之後 我們來寫程式的時候 你會發現 怎麼那麼簡單 像我們現在寫了半天 一直還在 console.lineline console.lineline 你做不了太多 就是看起來漂亮的事情 但是視窗的部分 用你原件拉進來 就可以用 就馬上一個瀏覽器 就不用寫程式 就設計出來 可以的 所以這些東西到底是怎麼來的 PAC發展出了這些技術 但是呢 真正把它發揚光大的是蘋果 PAC沒有賺到錢 蘋果呢 其實原本也是沒有賺到錢 一直到最近 他才賺到了錢 那蘋果在這邊也是投資很多 但是 最後卻是 卻是 導致賈伯斯被開除 開除之後呢 蘋果就爛掉了 爛掉之後呢 他們 最後又把賈伯斯找回來 找回來 所以 又出現了 iPad iPhone 這些東西 但是賈伯斯的故事 不是從那時候 不是從後來這邊才開始 他的故事很早 賈伯斯出道非常非常早 他在二十一二歲的時候 就已經當上了蘋果的董事長兼CEO 應該沒有董事長 只有CEO 因為他董事長是那個投資者 那CEO 他二十二歲左右就當了蘋果的CEO 那其實 他之所以可以當是因為 那時候 WASNICK這個人 跟他一起創辦的蘋果公司 他們兩個是創辦人 那他們在哪裡創辦呢 就是在他們家的車庫 這是美國的車庫文化 所以現在我們有很多那種 像 我上次看到 我上次看到 有一個訊息 北京 北京的創業空氣現在很剩 他們北京就有一個叫車庫咖啡屋 OK 那車庫咖啡屋 有什麼東西呢 車庫咖啡屋 看起來好像是 應該是很像車庫的感覺 事實上 不是這樣喔 他那個車庫咖啡屋非常先進 怎麼樣先進呢 你進去喝咖啡 他不是給一般人喝咖啡的 他希望主要的訴求的客戶 都是創業者 創業者 天使投資人 這種東西 OK 那這些人會去車庫咖啡屋 那他一坐下來那個無限 無限呢 就會直接連上 裝他的APP 無限就會直接連上 連上之後呢 他那有一個 有一個不斷的 顯示的那種 討碼跟螢幕 討碼跟螢幕上面呢 會 會顯示說現在 坐在這裡的人 他想要找什麼人才 OK 然後就會顯示 比如說他現在想要找一個 會 會拍水的專家 他就會在上面顯示 他會找拍水專家 那接下來呢 那些 技術很強的人 到了車庫咖啡屋 大家看 現在誰要找白省專家 我是白省專家 你就去跟他談 然後談一談呢 可能你就跟他一起去開公司 或跟他一起去工作 之類的 所以現在北京其實有類似這樣的東西 這是台灣根本還不可想像的 居然有咖啡店是這樣做的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那 回過頭來 我們看到 細谷其實通常都是從 車庫開始 所以他們的車庫文化 是一個 對科技產業很重要的東西 那他們1976年就發展出蘋果一號 1977年他們註冊公司 然後就發展蘋果二號 那發展出蘋果二號之後呢 這還是一台類似DOS的電腦 但是重點是 它可以擺在你的桌上直接用 那而且呢 它的價錢不貴 大概你那個時候的價錢就是五萬塊 五萬塊 算是家庭還可以買得起 OK 所以電腦因為蘋果的關係 所以引進到家庭 那這是蘋果的第一個貢獻 那後來呢 1979年 全世界的貢獻 全入 那時候蘋果已經上市了 1979年全入就看到 哇 蘋果起來了 那全入又感受到IBM的危險 剛剛有講過 IBM做了印表機 引印機 IBM做了引印機 全入感覺到IBM的危險 所以他就希望說 而且那時候 那時候IBM還沒有進入個人電腦 然後呢 他就希望說 那我找一家電腦公司來做 因為他電腦公司其實他不擅長經營 他找一家電腦公司 而且他希望持有他們的股票 那於是呢 全入就邀請賈伯斯來騰生意 然後他說 你股票給我2% 賈伯斯說 我為什麼要讓你買 我現在股票吃手可樂 每個人都想買我的股票 那時候 那時候 蘋果的股價就是這樣 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一直漲上去 那後來 後來呢 後來呢 賈伯斯就好像有聽人要說 PAC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技術 所以呢 賈伯斯就跟全入談條件說 如果你讓我去PAC 聽技術展示還聽簡報 那我就讓你用10塊5美金來認購10萬幅股票 就這樣 就這樣 他們談成了這個條件 所以呢 PAC就介紹了一個指令說 賈伯斯要來 而且 他要來看你們的電腦和技術 但是其實那時候 PAC的高層 就直接跟賈伯斯 不然跟PAC的研究人員說 隨便烏龍拍一下就好 他們不希望賈伯斯 真的看到太多的技術 但是呢 賈伯斯就帶了 帶了人進去 參觀PAC 但是 各位知道其實 雖然 賈伯斯 雖然其實 他的品德 一直是很令人詬病 而且其實基本上你可以說 他是個很糟糕的人 就是在很多的 怎麼講 就是以道德要求來講 其實不是很好 但是他有一個特性 這個特性非常強大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 iPad iPhone這些東西 都跟他主導很有關係 他這個特性非常強大 那這個特性 他們公司的員工 有一個專有等數 來描述這個特性 叫做 現實有區立場 現實扭曲立場 什麼叫現實扭曲立場 什麼叫現實扭曲立場 就是 英文是 reality distortion being 那這個用來形容什麼 形容 他的說服力非常強 你在他的身邊呢 你會不由自主的 相信他所說的每一句話 整個空間的氣氛會被改變 整個空間的氣氛會被改變 然後人家呢 會不由自主的 受到他的影響力 然後就照著他的話去做 所以 賈伯斯就進去了 他要做一件事情 之前呢 他絕對不是沒有準備 他就找他的那些 技術最強的員工 全部去 survey 到底 PAC裡面有什麼 雖然那時候還沒有被透露 但是 他們那時候也正在發展 類似視窗的技術 然後呢 他們知道PAC裡面 好像有這些東西 他們甚至把PAC研究中心的 每一位研究員的 背景資料都調出 然後去找 他發表過的每一篇文章 然後去兜出 他們可能有什麼技術 所以在還沒有進去之前 其實他們就已經 有點了解 所以他進去 完全知道他的文字 然後呢 在PAC裡面呢 假如是看到了一個東西 但是這個 這個東西太吸引他的 導致他看不到後面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視窗 最後假如是在PAC 只看到了視窗 但是他漏掉了一些更好的東西 也不是更好 就是也很好的東西 所以他只看到了視窗 那所以 當他看完之後呢 他就發現說 這些人有點在隱藏些什麼東西 他沒有老老實實 完整個展示他們的 所有技術給我看 所以他就打電話 給全路的老闆 說 你不給我看 這筆交易就取消 所以 全路的老闆 只好又下了第二個指令 他要看什麼 都給他看 所以呢 兩天之後 他們又回去 看第二次展示 這時候呢 他可決定展現 一個東西 叫做 small talk small talk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現在的C-shop 具有物件導向的特性 具有封裝繼承多型這些特性 那各位 如果你 我們接下來上視窗的時候 你會看到說 其實視窗是表面 裡面是物件 物件跟視窗是兩個一體的東西 物件是骨 視窗是皮 如果沒有物件的話 視窗技術 應該 會 不太容易 展現得這麼好 所以呢 當他看完了small talk 這個物件導向語言之後 那 他就 就當場大叫 這個公司擁有這麼好的技術 為什麼沒有把它推到市場上 全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 旁邊的蘋果團隊呢 就是 一直不斷的去挖挖挖挖挖挖挖 那個PAC 十年來的研究成分 你看 他從1969年就開始 到1980年這個東西 還卡在PAC裡面 還出不去 所以呢 他們就 幾小時之內 不斷的挖掘全路裡面的東西 然後把它弄出來 那 像 特別是 有一些東西 他們當時沒有挖到的 那 後來他自己發明 像 有 有 蘋果的 Edkinson 他就重新發明了 英格斯所 所使用的那個 bitbelt 這種方法 來做快速的螢幕顯示 所以 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 幾小時之內 沒有辦法挖到全路 但是 已經 讓他有一個大架構 所以後來賈伯斯本來 他想要跟全路授權 small talk這個技術 結果沒想到全路拒絕 因為那時候全路已經把蘋果的股票賣掉 買進之後全路沒多久又賣掉 結果呢 後來蘋果的視窗沒有採用small talk 那時候他們找到另外一個語言叫objective z 所以他們就用objective z 那這個影響一直影響到現在 為什麼 各位 如果你現在要寫 iPhone iPad的程式 你就要用objective z 對 李希姐老師 如果講你們那個 iOS 可分別是不是用objective z 你們還沒有上這個文課 對 如果你們去商量文課 你就會發現 要用這個語言 那當然他也是物件導向 只是他比small talk晚出 而且他沒有那麼純粹 就是 small talk是完全為第一個 完整成熟的物件導向 其實small talk到現在還有不少的粉絲 他們覺得small talk 才是真正正統的物件導向語言 其他都不是 所以如果沒有pack的話 可能不會有蘋果的medintage 也可能不會有微軟的視窗系統 雅波斯可能不會創立蘋果 不是不會創立蘋果 可能不會把蘋果的資源都投到視窗電腦裡面 也不會花太多時間和金錢在視窗電腦設計上面 也不會導致他1985年被蘋果開除 結果在1997、1998年又重回蘋果 這中間經過了12年 但是這樣推論有點太遠 歷史是很難這樣推論 所以全露他其實並不是沒有推出視窗產品 後來他在1982年的時候 他推出了一款叫做全露之星 Zilla Star 這一款電腦有影片 影片都在這裡 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 那這個全露之星其實做的 你感覺他已經還蠻不錯的 但是他推出到市場上面呢 慘敗 技術不錯 但是最後慘敗 為什麼 當然會有一些商業的原因 第一個關鍵點就是 他很貴 他一台 剛才當時要賣十萬塊美金 相當於台幣三四兩萬 那家庭不可能買這種電腦 公司又覺得這種電腦有點多餘 我幹嘛要一個會 有視窗介面做圖形顯示的電腦 買一台來這個是浪費錢 公司只要能夠把報表印出來就好 不用管那麼多 所以 那時候的銷售是很失敗 然後呢 賈伯斯跟帕克之間的關係 其實還不只這樣 另外一個關係是透過皮克斯聯帳 皮克斯就是玩具總動員 超倫特工隊的那家公司 然後呢 他的上班人是 艾比瑞·史密斯 他本來是紐約大學的電腦教授 然後他放棄教職 然後跑去追尋藝術的靈感 這個靈寫錯了 藝術的靈感 然後呢 你會發現美國有很多這樣的人 就是 就是有那種夢想 他就真的去做了 那種的 然後結果這個本來紐約大學的電腦教授 生活過的跟遊民沒兩樣 然後 他到了帕克之後 他跟那個 Richard Shaw是好朋友 結果 在1974年他來到帕克 他進入帕克裡面看到 Super Pan的這台機器 然後 他愛上了這台電腦 為什麼呢 因為這台電腦 有繪圖功能 有那種 可以做繪圖動畫的那種功能 然後 他想要應徵帕克的職員 進到帕克去用這台電腦 結果呢 帕克的人事部門 因為要應徵一個人 人事部門要同意 人事部門拒絕 說這個人跟遊民一樣 怎麼可以來我們公司呢 完全一點 一點都不符合我們的格調 所以拒絕了 所以拒絕了之後呢 他不死心 然後 他透過這個Richard Shaw找到Alan Kay Alan Kay就是那個 附件導向的發明人 找到Alan Kay之後呢 Alan Kay其實是一個很有彈性的人 等一下我們還會看到Alan Kay 這個很有彈性的人呢 他作風 也是很彈性 完全不受任何體制的束縛 他就說 我們沒有辦法 用人的方式拼用你 但是 如果你願意用家具的身份 來進入帕克工作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家具的名義 來報你的薪水 所以 後來 這個 Smith 在帕克裡面 基本上 他 他 能夠進入帕克的原因 是因為他是一項家具 所以呢 他們用家具的方式報帳 然後 薪水 比如說 我買了桌子 買了一次 然後事實上呢 他這些薪水 是給了Smith 如果在這邊的話 其實是有辦法的行為 在公司裡面 就看全路要不要告他 但是 前一陣子 我們很多教授 也碰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 國科會啊 之類的那種 也就計畫最後 假發票的事件 大概就是類似像這種 假發票 你明明不是買這個 結果你就去弄贈發票 說我買這個 那 這個也是假發票 OK 所以呢 Smith 後來 他說 我不管啊 我只要能夠 用到Super Pen就行了 所以他就變成Puck的家具 那 後來 Smith跟Richard Shook 在Puck過得不太愉快 結果 因為大家都做視窗電腦 只有他們兩個做那個繪圖電腦 然後 受到忍過和排擠 結果 Smith就離開 離開 然後去紐約技術學院找 Cat Moore 結果兩個人一起投效 星際大戰的喬治盧卡斯影業 然後 成了 一個喬治盧卡斯影業動畫部門的創始 然後 後來 喬治盧卡斯 拍完星際大戰 覺得 留著這個部門也沒什麼用 他想把它賣掉 那 結果呢 剛好找到賈伯斯 賈伯斯那時候呢 有錢 他就投資了1000萬美元 把喬治盧卡斯影業買下來 成立皮克斯 結果 賈伯斯變成皮克斯的最大活動 那 史密斯都幫他們工作 那 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 剛剛我們 在這個故事裡面 也有看到這些人 一個是 Alan Kay 他是物件老巷的方名人 Small Talk語言的 關鍵人物 那 Alan Kay呢 這個是他的照片 不過當然現在他已經 可以搞不好還活著 但是他應該也已經90歲了 那 他其實 之所以要去做那個語言 是因為他 學了一個語言叫Logo Logo這個語言 沒有辦法做太多事情 Logo這個語言叫做小海龜語言 他就是 就是 他可以用那個程式語言 來指揮一隻小海龜走來走去 然後做一些很簡單的程式 那 這個簡單的程式呢 各位可能會看到 最近有一種程式語言 可能在小學界很流行 有一種程式語言 在小學生裡面很流行 有沒有人知道 那種程式語言叫Squatch MIT 我印象中是MIT 所發展出來的一個 專門讓小朋友寫電動的程式語言 Squatch 那這個程式語言 因為設計很簡單 所以連小孩都會寫 那Logo大概就是類似這樣的語言 發現 OK 所以其實那時候已經有這種東西了 只是 只是現在 可以真的做到 連小孩都很容易上學 那Alan Kay其實他 有了認識Logo之後 他就一直想要 延伸Logo這樣的東西 去創造一種 稱為 Binebook動態書的軟體系統 那動態書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像我們現在的電子書 然後有滑鼠或者是用手點 點了之後他就會翻頁 有超連結這種東西的動態書 OK 那這個故事等一下就會走到網路的發展 會本 超連結這些東西怎麼出來 那 各位如果需要出去就直接出去 要下課自己下課 那我們繼續把這個看 那結果他們創造出 Small Talk這個 這個 語言 那 一開始 Small Talk 71 然後來變72 然後來變80 那真正到80 才是成熟的Small Talk的版本 所以現在真正被使用的版本 比較廣為使用的是80 當然後來又有改 經過這麼多年又有改 那 Alan Kay其實他是PAC研究所成立的時候 第一個批用的研究人員 那 所以他他後來職位比較高 所以他有權決定 用家具的名義去復用Smith 那他創立了學習研究工作組 然後參與Apple電腦的開放 那Alan Kay1983年的時候 那時候 也已經 已經是腳步是進去又出來了 然後可能 可能全路也不太重視 這個東西了 因為他們1982年賣全路之星賣的很長 根本就賣不出去 所以 當然之後就會有一波的什麼呢 大屠宰 大財源 然後人就紛紛的跑掉 但是最後你會發現說 每次矽谷大財源的時候 就是醞釀他接下來大發展的時代 因為這些人會跑出去創業 這些跑出去創業的人會創出更多的公司 導致細谷再進一步發展 所以Alan Kay1983年離開全路 後來進入Atari Atari這家公司 各位可能如果現在還有看到電動遊戲機的話 整台的那種 在遊樂場的那種 他部分都還是Atari做 Atari 在當時其實是最大的電動玩具製造商 而且呢 Atari Atari其實 還是鴻海 之所以可以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當初他沒有接他的公司 因為當初他沒有接他的公司 然後呢 在1984年 Alan Kay改加入蘋果的ATG 你看 蘋果把技術挖出來 結果最後連人都挖了 然後1996年的時候 12年後他又離開 然後再加入迪斯尼 迪斯尼 然後呢 後來他又做了 Imagineer Imagineer 同時的複動玩 開發一個叫Squake的軟體 後來呢 又離開了 投入一個叫 投入E-Toy系統的研究 E-Toy就是電子玩具 然後 後來他又離開迪斯尼 創辦了這一個公司 就是WRI 那因為他的成就 所以後來 他變成HP的院士 然後後來又變成 在2003年的時候 他得了ACM的圖靈獎 這個是資訊領域的諾貝爾獎 資訊領域沒有諾貝爾獎 但是呢 最高獎項就是圖靈獎 是為了紀念Alan Tooling 所創出來的一個獎項 那這個是有關於NNK 那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人 他不是全入的員工 但是他曾經受全入的資助 他是一個大學的教授 這個人叫英格巴特 那英格巴特呢 他是 就是這位他 那他發明了什麼呢 他發明了滑鼠 而且他不只發明滑鼠 他還發明了超連結 所以他發明了滑鼠和超連結 所以現在的視窗系統 跟現在你可以用網路 可以用滑鼠點那些超連結 跟他是有絕對的關係 這是當時他們做出來 第一個滑鼠 做出來的第一個滑鼠 不過這個可能是後來再重新模仿版 不是真正那個 那個可能已經不在了 但是那些錄影好像還在 那英格巴特他 他受到一篇文章的影響很深 叫As we in as think 這篇文章呢 在1945年 他就在想像 整個電子世界會變成怎樣 但是 他雖然有點像個文 但事實上 你可以把它當成有點像科幻小說 那英格巴特1953年取得碩士學位 1955年取博士學位 1957年就進SRI這個研究機構 然後呢 他又看到一面很有趣的文章 然後讓他成立了ARC這個實驗室 然後受到國防部的支柱 那他一直想做一個叫Online system 叫Online system 簡稱NMS的系統 那後來他們發展出了 位元映射螢幕 這也就是那個 那個 剛剛講的 那個bit belt那種 那種 那種 那 那 那 滑鼠啊 超文健 超連結 這些都是他做 他的團隊啦 不能只說是他 因為他的團隊還蠻多人 做出來 那這裡有一場 他們1968年這場展示 實在是太重要了 而且 後來呢 史丹佛大學 這整場的展示 全部完整的保留機 總共100分鐘的展示 在這個網頁都還蠻多人 那這整場展示 總共有十個 分成十段 當然你也可以看完整的段落 但是他有一些比較經典的段落 都還慢慢去分成十段 那整場展示 分成十段 大概有這些 他什麼樣子 展示那個 不動式的 然後編輯 那些東西 那 我是非常建議各位 有興趣去看一下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一個技術 從不成熟 演變到今天 那當初人家在設計那種 不成熟技術的時候 他們經歷過什麼樣的過程 那時候的技術展示出來 是怎麼樣的方式 然後你會看到整個技術的演變過程 那我不點到影片裡面 因為我現在正在錄影 所以會有那個制裁選擇 所以我就不點到影片裡面 但是非常建議各位去看一下 這非常有意義 那最後你就這邊有一個 一連串的影片 那就是 有把賈博士的故事 這裡有一個年表 OK 那這個年表下面呢 就有一連串的影片 影片譬如說 在賈博士之前電腦是怎麼樣 IBM的電腦長什麼樣 那 在賈博士之前 其實1964年 就第一台商用個人電腦 叫Program 101 就是霸國的產品 但是呢 沒有 沒有很成功 然後後來呢 Apple 2出來真的打進家庭 開始變得很成功 然後 在IBM出個人電腦 那IBM出個人電腦之後呢 大概就是 台灣開始進入個人電腦產業 那宏基這些公司 開始出現 大概也那時候 幾乎都是那時候開始 進入個人電腦產業 那這邊有全入之心的第二期 那賈博士在蘋果成品發表大會 那時候 比爾蓋斯還坐在下面 然後賈博士怎麼介紹 麥金塔電腦 訪問溫斯尼克 然後 說明他怎麼樣子進入全入 然後他 怎麼樣被視窗技術迷住的過程 那 接下來這個是 這個是思考力 回憶 賈博士邀請他進入蘋果的過程 那思考力是誰呢 思考力就是把賈博士開除的那個 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賈博士邀請他來蘋果公司 那思考力當時是可口可樂的CEO 那賈博士跟他講一句話 講完之後呢 思考力就投向蘋果的這裡 賈博士跟他講什麼話呢 他跟他說 請問你是要一輩子賣糖水 還是要得到一輩子 有一個改變世界的機會 然後 思考力就受不了 決定不賣糖水 去蘋果 當CEO 那後來賈博士被開除之後 他當然很恨 所以這就 賈博士很恨的那個訪談 其實沒有很恨 他情緒還好 然後呢 賈博士的一些 跟皮克斯之間關係 然後他後來其實自己 開了一家公司 賈博士自己開了一家公司 他們做的電腦非常先進 但是同樣的賣不太好 那後來 1997年 蘋果就 重回賈博士主持 WWDC大會 在96年其實他就重回 重回蘋果店 2001年 他發表IPART 這時候其實大家都還不會去注意他 因為他已經 大家覺得他已經是鹹魚了 在好萊塢的話 鹹魚就是指說過氣的男性 那賈博士在矽谷就被視為鹹魚了 但是呢 2001年IPART發表之後 就開始起死回生 2005年呢 他就已經非常紅了 因為那時候IPART出來 然後呢 iPhone好像還沒 iPad也還沒 那時候史丹佛大學畢業典禮 他們都會找一些 很有名的人去演講 就找了賈博士去演講 這個我應該給各位看過 各位是不是一年集進來的時候 我有給各位看過 特別就是這一個影片 講他自己的三個故事 2007年的iPhone發表會 2010年的iPad發表會 2011年的iPad發表會 2011年的iPad發表會 然後呢 他就掛了 掛了之後 當然他沒有辦法說話 所以這一段是 霧智尼克 說 他悼念姜佛士的話 那這個大概就是 整個跟視窗有關的 電腦的故事 有興趣歡迎各位去看一下 我們把這一個網址 貼到社團裡面 把這個網址貼到色彈 不對,貼這個色彈 貼這個色彈 這個是視窗的故事 我們先休息個十分鐘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進去看看那些影片 視窗的故事